又不太来了 加油 你们好啊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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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 肖军 这是你 我差点认不出你了 是是是是 小虎 小虎 丁玲来了 孩子们 原地休息等候命令 你坐吧 我叫他们去 行 谢谢你啊 走 走 是小虎吧 你好 丁玲 你好 进去吧 进去吧 走 别在外面待着了 来来来 你个不要讲 你个不要讲 我就到这儿 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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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小虎和我认识的时候 是在春初 那时山西还很冷 很久生活在军礼之中 习惯于粗犷的我 皱堵着他的苍白的脸 紧紧闭着的嘴唇 敏捷的动作 和神经质的笑声 使我觉得很特别 而唤起许多回忆 二 三 但他的说话 是很自然而率真的 我很奇怪 作为一个作家的他 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事故 大概女人 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 或许也就同时 显得有些稚嫩 和软弱的缘故吧 但我们却很亲切 彼此并不感觉到 有自己的性格 我们都尽情地在一块唱歌 每夜弹到很晚 才睡觉 赛言啊 我参加整理红军的 历史文献资料 现在正在编辑由哪个 参加过 长征的红军战士 撰写的回忆录 叫红军长征记 面对每天 从各地不断送来的 写在各种颜色 各种纸上的文章 特别多感人的事迹 伟大的精神 把我给深深打动了 所以呢 伟大的著作 绝不是文人在纸上 掉笔弄墨所能成就的 我在写沙飞女士日记的时候 我身体里有两种力量 在撕扯着 我的血脉注定了 我作家的生活 可是我的灵魂 滚动着一个战士的激情 是在延安 我决定放弃纸上笔墨 我要用我的生命 和实际战斗 去写一本大书 过去的丁铃已经死去了 过去的丁铃已经死去了 新的丁铃又会重生 对吧 我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 当一个伟大任务 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应该忘却自己的渺小 我们在民族革命大学 待了只有二十天 日军攻陷太远 兵分两路 向临分逼近 学校决定撤退 招聘来的作家 愿意留下的 就随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起撤退 不愿留下的 就随了丁铃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去西安 去还是留 萧红和萧军 坚持了各自的选择 我想过了 我留下来打游记 那我呢 那我呢 你知道我别无所求 我只想有个安静的环境 写写东西啊 你知道这是我多年的夙愿 我当时在哈尔滨的时候 我就想打游记 我不甘心只做一个作家 这不是我叔叔的目的 三郎 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 我不愿意在生活上 再让自己受折磨 再忍受各种的痛苦 我散了 在这场牺牲的不一定就是没有才能 为了争取解放这共同的命令 谁是应该留守下来发展自己的才能 谁应该去死 你这简直就是忘了各尽所能的道理了 也忘了自己的岗位 这就是盲目 我什么都没有忘 我看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 万一我死了 我想我是不会死的 到时候我们再见 如果还愿意在一起就在一起 如果不愿意 那我们就永远地分开了 那我们就永远地分开了 好吧 还不睡啊 马上 你睡觉了 你们俩争论过了没有啊 你们俩争论过了没有啊 我可是听力了你们说这些 不是在开玩笑 我俩经常会因为一些事情闹得 两不欢喜 还不如各做各的好 那算了吧 那算了吧 我拿个杯子去 我还无睡 你们俩讲和一下 明天就要分开了 对呀 别来我跟外公分配了 你到底都是男的公司吗 你哪有什么稀奇啊 算了 应该没关系 我哪有什么好 那咱们说 您们已经去 我们要去 那你那我说 我们要去 我那可能要去 你现在要去 你那便能去 你还要去 你们这边 那个我们需要 谁在这里要是没变动的话 你们再回来 这都是一样的 小军 你不能让萧红 不这么放心不下的 他比咱们强壮 打游击可以打 跑也跑得比咱们快 他是应该留在这里 你们也并不转弱呀 怎么不留一个在这儿呢 我们怎么能跟萧红比的 这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 怎么样 端伯 你也要留下来吧 留下来一起工作吧 省得我孤的 这里还一千多个学生呗 不不 不了 我还是去西安吧 就这样牺牲了 再会是不值得了 别担心了 我不是经过很多该死的关头 没死掉了 以前是以前 不是现在 你就没有好好听我说一次 你就让他留下吧 他不为我们傻 他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是因为太爱他了 你这样 被爱的人会不舒服吗 我可是受够了 风吹的人鼻子耳朵动 没有一天干净的时候 那要不你就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写坑上吧 你笑话 你到底要说什么鬼话呢 没别的 还是萧红 知道了 让我带你 照顾萧红说你百变了 是啊 他本来身体就不好 为人处事又不如你练的 到了西埃 他要愿意你想办法 把他送到延安去 要实在不行 你就让他待在团里边 总之别让他一个人 孤孤单单乱跑 反正 我们俩会再见 那就是嘛 那为什么昨天 把话说得那么厉害 现在又这样关心啊 同志们 我们唱一首送我们别的歌 给萧红吗 好 好 来 唱 我们都是善茶租 每一个子弹箱 每一个利益 我们都是被行径 哪怕被窗逃最忧生 看屁股的属于天 好 我们在废的东西 在废就是我们的区所 我们的区所 进来 来 走 我把这件您大衣送给你做纪念 这是平行关大捷的时候 搅后鬼子的战利品 看我都没什么东西 能留给你做纪念的 你用我的相识 就是最好的纪念品了 你多保重 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 我们也痛饮过 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息 然而 想来想去 我们谈的是如何的少 像这样的能无妨碍 无拘束 不需要警惕着说话的对手 是太少了 何萧红分手后 就从没有通过一封信 端木曾来过几封信 最后一封 是香港失线前收到的 听说小红的骨灰被埋在潜水湾了 我记得吗 你曾经跟我说过 小红是绝对不会长生的 现在你的预感变成预言了 这是我写的纪念她的文章 风雨中一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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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的纪念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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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